赵万他们,他们一多其少,仗势欺人 我大嫂好好进宫,现在被他们欺负成这样,跪了一天 北五弟看着他像小狮子一样暴躁地发怒,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还不快传太医 哼,用不着 凤明威自己医术高超,犯得着他假惺惺吗 玉儿到底哪里招惹太后了,太后要如此惩罚玉儿 哼,还用得着说吗 因为王大公子呗,因为大嫂不愿意嫁给王林 她就趁机打击报复,也不想想他们王家配吗 当初为了羞辱大嫂,非要大嫂做他们王家的姨娘 我配 这王家这样家风不正的人,倒了八辈子血眉的姑娘,才会嫁给他们家的男人 王太后的脸都齐绿了,你你你个半天也没有蹦打出一个字 父皇,你看凤明威,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 是啊皇上,炼王妃太嚣张了,简直藐视皇族 王家真是好大的架势,不仅不给王家擒铁,连九公主都不给,太过目中无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杀了我大哥 如此放肆 如此目中无人,罪不可赦 都闭嘴 北武帝霸气一吼,这才安静下来 哼,要说目中无人,罪不可赦的,可不是本郡主 是你 沈秋月心思恶毒,谋害八公主 皇上已经下旨扁你为侧妃 而今你却明不张胆,穿着王妃服饰进宫 简直不把父皇放在眼里 这么说,审测妃不是罪不可赦? 父皇,这不是王妃的服饰 还有你 王大小姐,你更是罪不可赦 竟然敢欺君 你胡说 本郡主胡说 你口口声声说 本郡主打伤王妃 却没有说王妃先循私王法 身为金照府少尹,假公祭司 昨天带着人在凤府门口先动手 你故意不告诉父皇,混淆视听 还想利用父皇对付我们凤家 不是进决又是什么? 皇上,冤枉啊 一切都是你害的,你还有脸说 那耶太后的意思 他们就算杀了我 我也得伸出脖子让他们看是吗?